吃掉邻国会死的更快没有这个说法,也不存在美国即使支援越南吞并辽国的问题。 对于越南来说,吃掉邻国粮国不是难事,阻力是来自于外部,特别是北方大国的不能允许。 世界上吞并邻国领土的现象很多,最为著名的要算是沙俄帝国了。 从一开始的莫斯科大公国,只有5万左右平方公里面积。 但是继承了蒙古人开疆拓土的对外掠夺的战斗民族精神。 从16世纪开始在几百年时间里,侵略吞并那么多的邻国领土。 很快欧亚超过欧洲的两倍还不止。 苏联解体时的领土面积,是2204万平方公里。 如今的俄罗斯,也还有1709万平方公里的面积。 现在回头看,沙俄帝国吞并了那么多邻国的领土安然无恙,而且是越来越强。 苏联解体有多种原因,绝对不是领土过于辽阔而被迫解体。 至今,俄罗斯是土如命的性格,并没有发生变化。 普京就公开称俄罗斯领土虽然辽阔,但是没有一寸是多余的。 正因为俄罗斯有庞大的国土面积。 这是历代沙皇对外发动战争得来的。 现在的俄罗斯,想受住阻印,就是依靠卖石油等矿产资源。 也照样可以呵护特加。 这就是说,领土大并没有什么不好。 越南如果没有外部势力牵制, 辽国和柬埔寨,可能早已收入囊中。 别看冷战结束后,特别是新世纪以来,美国与越南关系热乎起来,那是为了利用越南做棋子。 这就如同七十年代,美国为了对付苏联联中制苏,基辛格献祭的世界平衡战略。 硬是将苏联拖跨。 现在美国的连越制中策略,是其印太战略的一部分。 美国不会鼓励越南吃掉辽国。 而作为越南与辽国关系的本身来看, 就如同印度在南亚地区的情况类似。 印度认为当年大英帝国在南亚次大陆的殖民地, 都应该是都属于印度。 如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,以及尼泊尔等国。 印度以殖民者身份看淡邻国。 在南亚地区没有天敌制约,已经吃掉了西津控制了不丹。 而越南所在的中南半岛,越南与辽国和柬埔寨,都是当年法国的殖民地。 称之为印度之那。 法国人走了。 越南在中苏两国的援助下,又在将美国人赶走。 越南也就想接盘控制当年法国人的全部殖民地盘。 成立以越南人的印度之那联邦,控制了辽国和柬埔寨。 越南的人口将有1.2亿。 国土面积超过70万平方公里。 越南将迅速成为中南半岛第一大国。 甚至是有影响的世界大国。 现在越南在东南亚的军事力量,已经是名列前茅。 如果以印度之那联邦的面目出现,不仅在整个东南亚没有对手,还将有可能威胁到整个东亚的安全。 所以越南远在战争年代就有这个念头。 当年成立越共后来改为印之共。 因为遭到外来压力,再改名为越共。 这反反复复之间,就包含驻越南建立印度之那联邦的野心。 1975年战争结束越南国家统一但扩张野心毕露。 越南将辽国和柬埔寨看成自己属国。 因为柬埔寨坚持独立立场。 越南在1978年,武装入侵柬埔寨。 而越南在入侵柬埔寨的之前1977年,就发兵6万进驻辽国。 而辽国宣布兵力才4万人马。 尽管同是兄弟友好国家越南,也一样需要军事控制。 因为历史上,辽国要落后于越南。 特别是辽国现在的执政党人民革命党,是当年秘之共的辽国支部。 从越共分离出来之后,其人员和干部,都是来自于越南方面的安排。 辽国人民党主要核心成员,都与越南人有深厚的特别关系。 很多的辽国政府上层官员,都娶了越南人做老婆。 而且很多越南人,直接就在辽国的政府机构工作。 最为突出的辽国的开国领导人,凯山峰威汉。 其父亲就是一个越南人。 从小在越南读书后来先加入越共,再成为辽国人民党的领导人。 就这样越老之间成为特殊的友好关系。 辽国从上到下方,都基本受到越南的帮助和指导。 一共也只有700万人口的辽国。 竟然有1.5万名留学生,在越南留学。 在80年代前,越南几乎达到了对辽国的全面控制。 越南利用军事占领与辽国签订了越老友好合作条约。 其中有这样一段话。 辽国人民革命党的党政。 接受越南共产党的领导。 对外关系上,两国将保持态度和政策的一致性。 从这个角度来看,辽国的国防和外交,全部被越南掌握。 任何一个辽国领导人在这样政治环境下,也只能维持与越南的特殊友好关系。 不过由于越南在战争结束以后,不思经济发展,选择称霸之路。 不仅入侵柬埔寨,还自不量力挑衅北林大国,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和教训。 在外部的压力下,越南不得已从柬埔寨和辽国,陆续撤出驻军。 但是越南对于辽国的全方位渗透,仍然严重影响住辽国的对外政策。 去年月九月,越南领导人陈大光去世,辽国也像是自己国家的领导人死了一样。 哀悼服脏了三天。 这在世界上是非常罕见的。 即使是战争年代过去那么久了,还可以明显地看出越南在辽国的影响力。 辽国这样做应该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 不过辽国在实际对外政策上,还是有了很大的调整。 并没有一位跟随住越南。 九十年代之后,辽国逐渐改善与中泰两个邻国的关系。 特别是在南海问题的表态上,辽国并不支援越南的多边谈判立场。 显示了自己的独立性。 辽国的历史文化上,与泰国相近。 辽国境内大部分都是泰戴人。 辽国人的语言与泰国也基本相似。 综合以上情况来看。 越南控制辽国之身超过想象。 辽国正在试图逐步脱离越南的控制。 不过如果没有外部环境的先制。 越南不仅要吃掉辽国, 还要吃掉柬埔寨,这是不容质疑的。 美国支援越南是有目的的。 美国是在这个时间段利用越南。 美国对于现在的越南并不满意。 如果越南不提防美国会毫无顾忌的, 在越南进行颜色颠覆。 美国不会支援越南吃掉邻国的图谋。